来看返乡投资的消息 这是出生在原山的金元福包装公司的董事长陈志坚 回到宜兰在东山设厂 日前也举办了动土典礼 将投资20亿元 预计在105年1月份来建厂完成 营业额可达48亿元 也创造了250个就业机会 成立于民国67年的金元福包装公司 为所属行业的国内龙头企业 董事长陈志坚出生于原山乡 目前在新北市有两个厂 产能已经达到饱和 特别回到故乡宜兰来设厂 在东山乡购入了2万坪土地 新建东山厂 日前盛大举行动土典礼 包括了好友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 县长林冲贤等贵宾都出席盛会 第一产开工顺利 好朋友们 掌声来祝福我们的金元福 第二产 宋土平安 在我们东山地区有了新的厂房 我们期待这个工程会变成在宜兰 真有隔断 让我们宜兰人感到公平的一个地方 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同 要关心 要支持 这个地方的主题 我愿意要来这里吃饱了 这终于不是二十五家 这个幸福企业 这个工作的环境 我相信 这个新时代的厢房 也都有做很好的这个安排 既然你外的企业 我愿意回家 大乡回家 继续把这个好的这个 生产的企业留在我们这里 我们一定会最最好的 服务搭配金元福 在未来的事业发展当中 给金元福更多的加值 第二是 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南华会 还是苏丽 大家有很多高情的这些好朋友 共同关心的 我们欢迎这个宜兰主帝 可以带动这个新的 经营的形态 经营的这个申品的这个概念 可以带动我们宜兰 中国的生产需要的发展 好想有一个更好的培态 金元福包装公司 东三厂第一期使用七千坪的土地 并且新建七千坪建筑面积 年同厂房的设备 投资额高达了20亿元 预计在105年的1月建厂完成启用 可提供250个就业机会 产品百分之百都是外销 预估量产之后的营业额 可高达48亿元 107年三个厂的出口货柜总量 将达到1万个货柜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这是秘密古兰新建筑导